继续来关心花莲市代会的市政总质询议程 市民代表江凤怡他关心清洁队工作任务 尤其是今年六七月开始事办的定点垃圾清运作业 江凤怡关心是否会增加清洁队员负担 还有执行成效如何 而经过清洁队长说明 江凤怡他认为良好的政策就要持续来执行 也呼吁民众要落实垃圾分类减轻环境的负担 花莲市清洁队今年开始事办垃圾定点清运作业 目前正在进行执行绩效的评估检讨 市民代表江凤怡关心这一项政策执行的状况 在电极大会上提出执询 花莲市公所从七月份开始 增加了花莲市十二处的定时定点的垃圾清运 凤怡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夜间加户盐户来收垃圾以外 这个十二点的定时清运 它有没有什么预期的成效 对于我们夜间的收垃圾 有没有就是说垃圾量有显著的减少 第二个我最关心的就是说 我们清洁队员对于这一项多余的工作 那他们的身心有没有办法附和 那么刚刚听到我们清洁队长 吴队长的一个回答 那么了解说这一项政策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要借大会来呼吁我们百姓 那他一定要把资源回收做好 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好 清洁队长吴庆展首先说明清洁队的工作任务 并且表示垃圾定点清运作业执行半年 普遍获得民众好评 而其中还有细部需要修正的地方 清洁队也都在做检讨与分析 市民代表姜凤怡表示 如果是好的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 他也呼吁民众要落实垃圾分类 共同来维护环境清静家园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